对公共事务有兴趣的热血青年 也能够一起参与政策的讨论 新北学生联合干训活动 亲近新北扭转世代 7月12号到14号一连三天 将在三重的空军一村登场 欢迎青年朋友积极的参与 加入讨论在地公共政策 为自己的未来提出建言 亲近新北扭转世代 是25所大专院校学生 共同筹办的联合干训活动 大家好 我是这次活动的总招 我是来自治理科技大学的凯奇 我是来自治理科技大学的俊玄 而我是来自淡江大学世豪 学生自治公共参与 以及地方结合 是这次活动的三大主轴 基于促进青年的公共事务 我们累积新北青年的人力资本 网络及社会资本 进而提升新北青年的竞争力 让青年从原本消极被动被领导者的角色 转变为积极并热烈讨论公共议题的服务者及参与者 另外也藉由扩大青年公共参与 让青年对于学生自治 公共参与地方结合更深入的探讨研究 这样的活动旧时代几乎看不到 但现在的青年可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有话可以大声说也可以借此认识新北的在地文化和公共政策 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新北市政府的一个历史 这个我们过去有一个青年人委员会 那延续以前的这个做法 但是我们觉得说还是要更在地化 把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议题跟青年人的这个创意和想法把它连结起来 活动免费还有机会和侯市长以及网红对谈 有一个最大的这个明星就是我们侯市长会跟他们一起座谈 也会跟他们一起参与这个活动 我想这个是非常吸引他们的 那当然还会有一些精彩的活动 还有包括他们都年轻人喜欢的网红 也会跟他们一起参与活动 7月12到14三天两夜的行程 可以接触来自不同背景的朋友 吸收课堂上没有的知识 扩展自己的生活领域 欢迎大专院校的学生报名参加 让我们一起 新进新北 牛转世代 记者沈志勇新北市采访报道